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盘中 我们看到的盘中域估量 在这段沙盘的时候 那个盘中域估量是1800亿 1800亿 也就说明一件事情 今天的卖压是非常大的 那为什么卖压这么大呢 原因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川普普打算在9月1号 要针对中国原先 剩下的3000多亿的美元的一个商品 要磕关税10% 好 就这个原因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产生一个现象 就是市场的恐慌慢慢压出来 那当然外资一定卖得比较快 我待会跟你讲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我先跟各位报告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1、2、3、4、5 5个交易日 我没有买进任何一档股票 而且呢 这礼拜我都是站在卖方 像今天是卖掉杰利了 好 今天我把杰利卖掉 5299杰利 我为什么在本周几乎都站在卖方 我要保留现金 我保留现金的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 我认为大盘的修正回来之后 有一些好的标的物 它拉回之后 我们再进场 第二个原因 现阶段盘面没有任何正规的主流 没有主流 我盲目的操作 容易什么 容易受伤 所以我想 你看到礼拜三 我们举礼拜三为例 礼拜三的大盘 基本上 我们看一下大盘 礼拜三的大盘 带了一个长下影线 有没有 就这一天带一个长下影线 这一天谁最强 苹果派 对吧 苹果派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礼拜三你去买苹果派 有一些 几乎都杀回来了 也没有什么有一些 几乎都杀回来了 叶城我本来想买 我为什么去挑这一支 我觉得 苹果派要长叶城 应该有机会 后来我决定不出手 不出手是对的 今天杀下来 苹果派不要碰 不要碰是今天才告诉各位的 礼拜三那一天 我认为苹果派有机会 因为外资调高了苹果的目标价 可是我一直想不到 有更好的标的可以选 大部分苹果派位置都很高了 礼拜三的真顶创破断新高 连续两天重挫 今天跌掉了八个百分点 今天跌掉八个百分点 如果你回头看一下 礼拜三就算那天苹果派很强 它的位置是不是很高了 对呀很高了 已经涨这么高 我很讨厌在涨一大段的过程中去选择它 就像这一次的苹果派 我选择两档嘛 一档是什么 一档是台郡 当时我们在买的时候是在85块左右 参与除息 后面 后面这一段我被它洗掉了 因为我在这一天卖的 隔一天拉涨一半 但就算这一天礼拜三你买进去 你买的最低 对不起今天又撒回来了 看得懂吗 今天的K棒收回来就收在这根低点 就算你礼拜三买的够低 都开始不赚钱 那为什么我要谈这个东西 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重要关键点是在于 现阶段你要做的动作 不是盲目的看盘面的 逆势的股票去买 一定要跟各位谈清楚 我们把整个方向掌握清楚之后 你才知道未来该怎么做 所以同样的 像我昨天卖什么 我昨天卖药华 对吧 开高走低卖药华 然后收回现金没有在动作 今天卖洁利 收回现金没有在动作 那为什么今天会卖洁利 我刚才不讲了吗 贸易战开打 针对那3000亿美元的商品要开打 贸易战影响的是谁 影响到电脑跟手机 那台厂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跟电脑跟手机相关 有没有 捷律跟NB相关 跟电脑相关 他的产品跟电脑相关 如果被这个贸易战打到 那短信上面来讲当然会受害 这是我撤退他的原因 好不管撤退对或不对 反正基本上我礼拜二卖台郡 礼拜三 我卖了很多股票 那一直吸不太注 但是我大部分的一个资金都收回来 那有的主别已经开始什么 空手 有的主别只剩一档股票 那有一些长线的股票会保留 比如说细致财的M31跟力旺会保留 那对长线股的广大会保留 那该卖的部分已经做了调整 然后台虹那部分目前暂时还没有卖 但是其他的股票有做一些解码 大概的状况是这样 好不管如何 保留现金的目的是为了等待下一次的机会来 但在下一次机会来之前 我们先把大盘的方向跟个股 这个各位讲清楚 贸易战的影响第一件事情 贸易战的影响是影响手机跟电脑 好这这一部分 然后因为苹果的产品没有被豁免 所以苹果派很惨 苹果派很惨 大力光今天重挫快8个百分点 我们刚才谈到了4958的真顶 重挫了8个百分点 原因就在苹果派受害 苹果供应链会受害 然后相对来讲我要问各位 那你怕不怕 很多人听到贸易战会害怕 其实贸易战的影响在哪里 我们一定要了解 贸易战影响在哪里 什么叫做贸易战 加关税 这3000亿美元的一个商品 我加你10%的关税 好原先卖100块的东西 到后面因为被加了10%的关税 变成要卖110块 所以贸易战它其实影响的什么 影响的叫终端需求 对不对 消费力那一段 消费端那一段 就是原先的商品 本来卖1万块的变1万1 就加10% 然后加10%的关税 所以贸易战其实是关税战 所以川普说他自己是关税人嘛 那关税战它影响的是什么 终端消费需求 好我们先把这个观念想清楚 如果终端消费需求开始减缓 是会造成厂商制造商的部分 它的库存会开始增加 对 所以我们在探讨 因为我们基本上 我们买股票是买什么 不是买消费者嘛 我们是买什么 买它的供应链 就是买所谓的生产商 所以我们考量的是 这个产业的库存 调整到什么样一个阶段 这才是关键 对吧 就是我已经把它拉到这个阶段了 所以我下一个结论 这一次的贸易战不如去年 因为我们的库存 已经经过了一整年的调整 像去年在没有打贸易战之前 有很多的下游厂商 它是多备货的库存 因为当时我们看到像工具机 细晶圆有没有 被动元件都一直在涨价 所以下游厂商会多备货一些 所以库存会稍微多一点 可是当时的一个市场的热络很旺 然后下游的需求也没有减少 所以会造成的这个 你可以看到国具涨了1310块 就原因在这边 但是贸易战一开打之后 下游的买盘突然缩手 这一缩手之后 厂商是不是要调整库存 要消化 我们称之为消化库存 我要消化库存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就不会再重新下单 就变成原先生产商的营收 开始衰退 对吧 因为它出货动能再减少 所以开始衰退 这就是去年的工具机细晶元 跟被动元件击杀的最主要原因 好 但是我们经过一整年度的调整之后 我们目前得到的状况 得到的讯息是这样 第一个 第一个 莫斯菲的库存在第二季调整完毕 第二个 被动元件的库存 渴望在第三季调整完毕 这次还没有打3000亿美元的关税 还没有打着关税 然后第三个 矽晶元会在第四季库存调整完毕 我们大概知道状况是这样 问题是你这3000亿美元出来之后 那个影响就大了 可是虽然这影响大 但至少旺季的效应还在 所以我们认为 第三季的旺季效应会向后延 大概延到第四季 至于说你这个关税站的影响有多大 我觉得它的影响性就没有那么大 因为我们的库存 已经经过了一整年度的调整 好 我之前用了一个卫生纸的概念跟各位谈 我再用这个概念跟各位讲清楚 你就不要怕贸易战了好不好 所谓的贸易战 它影响的是下游消费者的需求 就购买力减少了 因为加关税 对 你还是可以出口到美国 只是你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 要加板之石而关税 因为苹果的产品没有被豁免 所以苹果的零组件 基本上就可能会被压缩利润 这是为什么我们股价跌的原因 所以不要碰手机供应链 尤其是苹果派 不要碰苹果派 好 不要碰苹果派 目前基本上已经算没有苹果派 台虹是间接的 今年的台虹大概 台虹本身有几个问题 有几个优势 第一个优势 它既是苹果供应链 它又是华为供应链 基本上就是 但手机也受影响 所以跟着一起杀下来 是正常的杀下来之后 看回稳之后 看怎么样再去做一个观察 好 台虹在苹果的产品大概占55% 在华为的产品占35% 所以它就两大客户 不管如何现阶段来看的话 我刚才谈到 我问你怕不怕的原因是 你要先了解到 贸易战它的影响 所以当你了解到这一系列之后 你就说 那其实我们只要找到 产业库存调整差不多的 那事实上这个贸易战的影响 就没那么大 好 没那么大啦 并不是没影响 就没那么大 但是呢 但是短期还是会受影响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等你短期受影响的 这个公司杀下来之后 那也反映掉你所有的 这个所谓贸易战也好 或者是你的这个 股价的位阶的修正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要选的吧 我待会跟你谈一下 怎么样去选啊 不过呢 我们在这边还是要考虑一个关键 最近的外资一定都站在卖方 一定都站在卖方 为什么 第一个 第一件事情 第一 哎呀 我们来看 外资一定站在卖方 我给你看美元指数就知道 美元指数我看一下 我看美元指数在哪里 美元指数在往上跑 美元指数 美元美元美元 美元指数 今天有点小回来 我给你看一下美元指数 好 为什么给各位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基本上还是在高档 在高档 在创新高 美元指数为什么创新高 因为FED说降息一码之后 它没有再继续的暗示说还要再降息 因为它没有暗示继续降息 也就代表一件事情 那降息对美元资产来讲是不利的 你没有了解 这个利率跟汇率之间的关系 那相对来讲 如果你不降息了 那一般而言就是美元的一个需求 就会什么 就会起来 所以美元指数是往上跑 当美元指数往上跑 你看到了 是虽然今天有点震荡 你看一下这个冲上去 可以先看得懂 其实虽然今天有点震荡 但近期它是创新高的 当美元指数往上跑 是不是代表台币要贬值 对吧 台币贬值了嘛 贬了0.64有没有 看得懂啊 贬了一角多 贬了快两角 台币一贬就贬了快两角 台币贬值 台币开始喷出去 这往上走是贬值 台币贬值会产生什么现象 外资卖出啊 外资汇出嘛 那外资汇出要做什么都做 卖股票 所以我们短期间必须先忍受 外资卖股票 因为外资卖股票 一定卖全职股龙头股 卖台积电 卖什么鸿海之类的 全职股龙头股 卖大力光 卖大力光 一定是这样 卖一些全职股龙头股 那这样的这些个股又占指数 所以今天就中错了快200点嘛 当这些股票重错下来之后 外资卖要它去消化到一个阶段啊 所以很多人说 那今天的一个成交量不是很大吗 是不是第一档有人买 不能这样判断 为什么 因为卖要更重啊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第一笔的 都叫踩刹车 汽车往下滑的时候 你让它踩刹车啊 踩刹车一定要有力量去推它 有没有 所以第一波的力量出来了 但是并不表示会止跌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判断止跌的现象 怎么判断 下一次再往下打的时候 是量缩收脚 啪收起来 代表卖压消化的差不多 如果你成交量不断不断在放大 但是卖压一直往下掉嘛 所以现在今天我的预测是这样 今天的卖压真的很重 主要来自于法人的资金外逃 讲外逃太严重了 资金的移出台股 台湾 所以台币贬值 这个外资站在卖方 资金汇出去嘛 大概状况是这样 好 我要等它汇出站高一段落 第一个台币不再贬了 或者贬值的幅度缩小了 不要像今天一贬 贬得快两脚 贬值幅度缩小 第二个大盘在跌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量缩下来了 很多人害怕那个量缩下来 不是量缩下来代表你卖压减轻了 好 卖压减轻了 但不表示会止跌哦 所以我们希望当它卖压减轻之后 买盘稍微进来去推一下 带出下影线上来 好 如果出现这个现象 代表初步的止跌讯号出来 好 如果出现这个现象 我们就可以开始把我们的现金的部位 开始转为股票 但是呢 要去寻找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 寻找什么样的方向 第一个 你不要买高位阶的 会补跌 有啦 会补跌不是他不好是会补跌啊 这个真的会补跌啊 高位阶的会补跌 有没有 因为除非你买在高点 这一段上来 大家都赚钱 同样的 之前不是我这个我们买在18块半 好 然后呢你去追到这个24块的 你在套牢 但是24块以下都在赚钱 有没有 23块以下都在赚钱 他会做什么东西 会不会卖 好 这些股票的卖压会比较重 高位阶的股票会补跌 这个补跌的效益会很大 有没有你有看到年冒今天中错了7个百分点 年冒还刚开始跌而已 刚开始跌而已 你不要以为会再上去 就算会上去也不要理他 那你要怎么选呢 第一个 我们不希望受到贸易战的干扰 所以我们要选择什么 不会有什么所谓报价的影响 库存影响的股票 我最喜欢叫做细字财 所以我刚才跟各位谈过 我的3529力旺 我不会卖 其实也没什么好卖不卖的 可是我根本不太看他了 我为什么不看他 我210块买了 而且在380块的高档 我已经调了一部分 所以我目前只有基本仓 我连看都不用看 然后我在观察的是这一支 6643的M31 细字财 这些股票我不会卖 细字财M31拉回来还会买 还会买 原因在哪里 原因只有一个 他做的叫做解决方案 他做的不是制造端 那制造端的我就要看什么 看你库存的调整 所以M31做的什么 他是7nm这个高速传输细字财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IP 就是IP的部分 所以他不是制造业 制造业有制造端的会受影响 这也是细字财创意 但他有个客制化晶片 他可能因为你客户的一个需求减少 你可能也就下滑 但是M31的部分 他的问题是在哪里 好他的一个优势在哪里 他的优势是我没有制造端 那我推 我设计出来这个解决方案 你要不要用 你要用我就收权利金 所以他的权利金 当然这是毛利率百分之百 那他唯一的费用什么 管销费用跟研发费用 当你收到越多的权利金 你可以cover你的管销费用跟研发费用 还有一件事情 当你采用了M31的一个解决方案 如果你觉得用得不错 你会一直用下去 它是比IC设计还上游 你IC设计 譬如说高通 我要用你的M31的 7奈米的一个解决方案 除非我不生产晶片 我要生产晶片 我就一直用下去 你现在同意是吗 所以M31只要把客户群做大 扩大出去 它的优势就出来了 所以之前M31是台积电供应链 后来打入了高通跟三星的供应链 当然还有平头哥半导体的供应链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类股票 受贸易上的影响会比较低 所以可能是下个礼拜 M31我已经买了 再找机会做加码 另外我再等这一支 我在寻找基辛克的拉回买点 因为之前被它洗掉 所以它拉回之后 我再去找它的买点 我想下礼拜应该是 因为我们保留现金一个礼拜 好 所以下礼拜应该会有些动作 那当然我要先看大盘的回稳度 然后再看个股回来的一个架构 我不可能去接刀子 我要让你回稳之后 我再找到我要的标的去做切入 那也欢迎各位可以跟上脚步 谢谢大家收看 明年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